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克思他是5月5号清晨一点半诞生在莱茵河省里头 靠近法国边界 靠近卢森堡边界的一个古代的北方大寨 抵御以前的北蛮 西罗马抵御北蛮入侵的一个要塞的城市 这个城市叫做特里尔 在马克思诞生的时候 特里尔城才有一万一千多人 并不是很多 主要的人都是来自于葡萄园里头的种葡萄的葡萄农 那个居民的主要的事业就是种葡萄卖葡萄如此而已 但是当时普鲁士的官员 普鲁士的军队还有些做小生意的人也聚集在特里尔城 不过各位如果想象一万一千多人实在算不掉一个什么大城 一个小镇如此而已 马克思诞生的这个房子现在叫做卡尔马克斯的家 卡尔马克斯的家 这个是在特里尔城叫做布鲁肯加斯 布鲁肯 各位有学过德文的人知道布鲁克就是什么东西 所以桥梁 所以它是在桥街661号的这一栋房子里面诞生的 因为父亲是律师 所以各位看得到这个房子居然有两三镜 然后有三楼之高可以说可以一个天台在最上面 这个房子是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 所以它财产权是由社民党来掌握 觉得各位想说那马克思是所谓共产党的创始者 怎么会有社民党人涉入呢 那是因为马克思晚年的时候 有一些走派的人士觉得马克思的极劲的革命的方法 在欧洲行不通 所以有必要寻议会路线 不要用走街头的走这个议会这条路 可以说把革命改成改革 这一批人组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党 结果这栋房子的所有权的掌握者就是德国社民党 德国社民党一度在德国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无论是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也不要小看 那么这个地图主要在显示马克思诞生的地方 就这里有一条小河叫做莫瑟河 莫瑟河就是这个来因河的支流 所以马克思诞生的地方各位看 就在哪里靠近这个法国 靠近比利时 靠近卢神堡 科比卢这三国都是欧洲西欧先进的国家 也是最早比德国本身早一点工业化的这个国家 马克思诞生的时候他的家境还不错 刚刚谈到父亲当律师 可是当律师在德国就是一个官员 就是一个公务员 所以他不能够是一个犹太教 所以犹太教徒一直就受了迫害 马克思的主户外主户都是犹太教的教士 然后或者长老 那么他的儿子 马克思的父亲也是个犹太教徒 所以他被迫要改姓 改姓什么 改姓路德宗 什么叫路德宗 马丁路德的新教 所以从犹太教改变为新教 新教叫什么 释反教 Protestants Protest 抗议 释反教 宗教的改变 对马克思的一生影响很深 因为大家知道 马克思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 何谓宗教 宗教 dass opium desfokus opium 鸦片 desfokus fokus 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把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 所以看得出他从小就是一个对自己出生的犹太教敌视 对一般当时流行的天主教也敌视 对这个所谓新教 释反教 路德宗 也是敌视 所以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者 利用这机会解释一下 现在把当时 乃因省 这个是蓝色的这部分叫乃因省 所以这乃因省这个邦里头的一个重要的城市 大概是这个位置 因为这里就是卢森堡 卢森堡的这一个地方 这条墨色河的旁边 就是特利尔 所以马克思是在特利尔这个地方诞生的 好 那么这个特利尔有一个城标 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有两千年的历史 从当老师到特利尔访问的时候 刚碰上他两千年的这个成立的建立的历史 所以也看到很盛大的样子 特利尔今天的样貌 各位看就像德国很多城市一样 就是老旧心都有换在一起 老旧就像这种塔形的 但是心形就像这种建筑物 有一点圆形 大概以玻璃木为主的建筑物 这个是当年现在也是一样 这个特利尔城的这个Market Plus Market Plus 就是Market Place 就是做生意的 当新鲜人的这个马克思 他的脸是这样 是朋友跟大家绘画出来的 青年马克思的面貌 马克思最早是在波恩大学就读 当时的波恩大学规模不大 五六千个学生而已 马克思上学的时候不认真 喜欢和人家这个喝啤酒打架 对学问也不是很认真 他父亲本来要他好好学习法律 将来继承父亲的衣钩 我们上次有提到 马克思的大哥死掉了 马克思的弟弟也死掉了 他家里只剩下几个姐姐妹妹 所以一家酒口里头至少死了四个人 所以马克思变成家里的老大 他老大有点霸凌他这个妹妹 霸凌他姐姐这样的嫌疑 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 他喜欢讲一些故事 说一些笑话来娱乐他的姐妹 所以这是马克思 后来呢转到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 这是今天的柏林大学规模很大了 但是他旧的样貌上面呢屋顶上 还有一站立了一些重要的学者人物 这个可以了解 那么马克思的这个博士论文 我们上次有提到 他在柏林大学大概1838年开始到1841年 那么在这三四年当中 他并不认真学习 父亲交代他要读的法学 他去搞哲学搞诗词文学 结果在后来这个加里再三的独处之下 他决心写一个博士论文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是有关古希腊两个 自然哲学家他们对原子的一些看法 德默克利图斯主张原子的这个进行走路呢 运动呢主要是直线运动 因为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最短的就是直线 对吧 可是这一位叫做一必究如的 比他慢了两三百年 却主张原子的运动是运曲线来走 运曲线来走的时候 有时可能走三步退两步 走两步退一步 但是还是往前在走 可是他不是直接走 他是运回曲线的走 当然啦各位在今天来看 觉得当时马克思又不是物理学者 更不是原子物理学者 他写出这样的一个博士论文 是有点荒谬 在我们看起来 现在没有人会说原子的运动是直线或者曲线 可是马克思就想出这样怪调 主张这样的用意是受黑格的影响 因为走曲线比走直线当然麻烦 但是比较活泼 比较表示原子有他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这个说法呢 在今天物理学不一定会支持他的看法 不过就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是一种古代的原子论的运动的比较 马克思的夫人是特利尔城的美女 叫做艳妮·威斯巴仁 艳妮·威斯巴仁和他的女儿 你看他母亲还站着女儿坐在上面 这个叫做小艳妮 这个叫大艳妮 就是说这个小艳妮取名和他妈妈一样 艳妮是一个贵族的子弟 一个末若的贵族的子弟 他的父亲就没有特别的职业 只是以前做过贵族 所以家里有一个title 各位想到歌德有个title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艳妮·威斯巴仁 因为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威斯巴仁 而且加一个缝子 就是他是个贵族威斯巴仁的女儿 这是马克思的长边 这个是马克思的女儿 这个是艳妮·马克思的夫人 也就是这张美丽的图里头 他比马克思大了四岁 是他的马克思的姐姐的闺房密友好友 马克思在拿完博士学位以后 就到莱茵河的著名的波恩 我们换作波恩或者认为波恩 以前换作波昂 这个翻译不好波昂 他没有昂的音 他是波恩 波恩有一个最大的教堂 和科伦的大教堂在河边 是有一样的著名 他在波恩就来办了一个来因时报 其实是因为他直接投了一些稿 人家喜欢 所以就请他去 所以他在这个报社前后也不够待一年 又两个月左右 报社本身被普鲁士政权把他关掉 各位就问 为什么普鲁士要关掉他呢 就是因为马克思很有正义感 我觉得波恩附近的这个国会 在讨论一个稻林法 德国人冬天需要烧火来取卵 当时候也要用gas来烧 用什么电来烧都不大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用柴来烧 那么柴到哪去拿 就跑到森林里头枯枝败叶 把它收集起来拿回去 这是贫穷的人的作法 可是当地的那个林主 开始很小气 认为这些人 外来的人到了林地以后 甚至人数都有砍掉 变成这个盗林 盗伐这个森林 所以呢 实取这个枯枝败叶变成盗林罪 哇 这一遍差了好多啊 对不对 所以呢 马克思就发表文章 在这个来因失败上面抨击 这个抨击的结果造成的就是 他被这个政府下令把这个报社关掉 所以马克思就因此丧失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继续赚钱继续养家的机会 但是他还没有结婚 还谈不到养家 1843年马克思和艳尼结婚 结婚并不在马克思的家里 而是在女方家里 原因很简单 因为马家并不很赞成这门亲事 艳尼的母亲也不是很赞成 但是因为女儿既然喜欢上这样的一个 这个大夫子的马克思 德国人大概如果孩子结婚的话 普通都是良家要出钱办桌子请 结果呢 请客的时候 马克思的姐姐 马克思的妹妹母亲 因为父亲已经过世了 都没有出席 所以可见 当时他情况是相当的狼狈 之后呢 马克思结婚了 那么利用结婚的时间 把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好好的读了一遍 做了一些媒批 玩爱之后就带着大富贫贫的太太 在1843年年底到达巴黎 因为他要编一个德法年间 就在这个巴黎的当中 马克思完成一个经济哲学手稿 一般称作1844年的手稿 而这个手稿呢 比起后来的资本论 完全是另外一种叙述的方式 就是里面有更多的黑格尔的辩证法 更多的这个黑格尔哲学在里面 所以呢 经济哲学手稿 应该来说 就是利用黑格尔的学说 来解释亚丹斯密的政治经济学 可以这么解释 这也算是马克思一个很重要的文稿 这个文稿要到1930年才出土 正式出版恐怕也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56年以后才开始 可见马克思早期的手稿很重要 可是没有人去注意到 他自己也没有关心 因为他也没有想要把它出版 是给人家发现的 所以因为有这个手稿的出现 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就说马克思有一个年轻的马克思 还有一个年老的马克思 年轻的马克思 就是写经济哲学手稿的马克思 壮年的马克思写的是什么 资本论卷一 经济哲学手稿里头 它的基本内容前面有几页都丢了 不能看到 所以看到一个很残缺的前年 还有第一个手稿 这里面谈资本 谈资本的利得 资本怎么获利 再来谈为什么资本对于劳动 就是一种压迫 是一种统治 再来谈到这个土地 就有土地的租金 第二个马克思的手稿 谈到了就是把资本和劳动 做一个对立面来看待 来叙述 那么这就是谈到私有的财产和劳动的关系 私有财产为什么会和后来马克思主张的 这个共产主义站在一个对立面 最后有一关 黑格尔现象学 或者现象论 它的结构 它的作法 这个手稿里面最重要的 要告诉我们什么观念呢 马克思提出一个异化的观念 异化这个字 我们用德文来写的话 叫做Enfremdung 那么洪老师像你们就能记 俄文也学 意大利文也学 化文也学 日文也学 那当然什么都学 就是叫做Enfremdung 如果换作英文的话 叫做Alienation 有时也换作Achangement的意思 也和这个Alienation一样的意思 东文就换作异化了 你也可以换作梳理 梳理 什么叫做梳理呢 人创造了一个他的东西 结果那个东西不认 不属于他 属于别人 这什么意思 这就说人们呢 是一个劳动的动物 这是黑格讲的 马克思说人就是一个生产的动物 既然人是生产的动物 他就要创造 可是人所生产的东西 就像一个雕刻家所雕刻的雕刻品 雕刻品是属于雕刻家的 可是工人在工厂里面做工 他做出来的成品不归他所有 他只是交给老板 老板卖了钱给他一个薪水 对不对 给他一个报酬 所以马克思说人从他自己创造的东西里头 易化出来 疏离出来 疏远出来 第二个呢 人从这个劳动的过程 这个疏离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很多人工人要到地下去挖坑挖矿 那么梅矿 矿坑常常积水 有时就崩盘 所以是危险的事情 这个矿坑里面空气非常坏 而且长期要在里面待个十个小时 那个时候就是为了要拼命的挖煤 所以连这个童工都被迫去里面挖煤 所以童工很早就夭折掉了 他七八岁就进入矿坑 活到十三十四岁就死掉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会说 资本主义毒害了这么多的生灵 害死这么多年轻人或者一般的工人 主要的就是劳动的过程本身是危险 假如不是危险 在工厂里面做工 同样的动作要做了几十百次 几万次 以前打钉子 现在有自动机可以打 没有问题 早期没有这种东西都是人工打的 所以同样的动作要做很久 很多次 所以你就很这个枯燥无畏 很无聊 所以人从他的劳动的过程里头 梳理出来 异化出来 因为这个过程本身是没有什么快乐 没有什么好 都是一些坏的让你要受苦受难的 对不对 到海上去捕鱼 多么危险 虽然如果能抓到鱼 回来卖可以赚一笔钱 如果扑不到鱼 人从他的人类的本质里头疏远 人的本质应该是追求自由 自由来创造他喜欢的东西 现在被迫去劳动 去操作 去工作 都是一个被迫的行为 被迫的行为 违背人追求自由的本意 所以人的本质就因此而疏远了 异化了 第四个 人从同仇同类同工同僚异化 一个工作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社会 大家抢着要做 你们很可能两个同学 要报某一个电机工程的招聘 结果两个人都未来要正这个位置 这个起摩擦甚至于这个冲突 这当然是有过分把它简化的收辞 但是这个也是事实 因为呢 人乎一世的今天 很多工作不是你想做就有啊 不是我想做 这个工作就是工作掉到我手里 没有 刚刚相反 这个工作呢 一旦标出说你要做这个工作 你要抢去工作 别人也跟着抢 所以呢 四个异化 同学注意听 第一个异化 人从他的产品异化出来 第二个异化 人从他的生产过程异化出来 第三个 人从他的人类本质里头异化出来 第四个 人从他的同僚 他的fellow people fellow men 和你一起在活的这些人里面异化出来 当然啊 我们了解 马克思的谈人的异化 这还是指劳动的异化 只是人难道只有劳动的异化吗 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 我们从宗教里头异化 很多人不信教 很多人对宗教非常厌恶 人从神完全离开异化出来 人从文化异化出来 你到了别的国家 你不能适应人家的文化 你也是在异国文化 你只能适应台湾这种文化 所以文化上你也异化 政治上的异化 文化上的异化 最重要的人是经济上的异化 那经济上的异化 就刚刚提的那些劳动异化 之外 你为了要喜欢享受 喜欢消费 你喜欢人家的飞行 喜欢人家的model 所以你完全受到时尚的记迷 你受到金钱的束缚 你变成一个拜金人 那么你是一个金钱的异化的一个结果 这个都是马克思谈的 马克思接着在1848年和恩格斯 发表了一个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德文叫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何谓也就是共产党宣言 原来在1848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布鲁萨流浪了一段时间以后 在伦敦有一个正义者 联盟成立 正义者联盟需要马克思起草一份宣言 恩格斯也写了一个25条的信仰告白 马克思就利用恩格斯这25条的信仰告白 改成了共产党宣言 各位不要小看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应该是他的正义生里面使他著名的 使他会来这个能够名誉能够流传广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很有学术的价值 可是那个能看得懂的人没有多少位 所以真正影响马克思的 使马克思的声明远播的主要就是 这是你所介绍的这一共产党宣言 那么这当中马克思就从1852到1862年 超十年当中 他替当时一个纽约每日论坛报 The New York Tribune 其实它是Daily Tribune 每天的论坛报 当通信员 他用写了三百多篇介绍欧洲政经文化时局 还有他的分析评论这么样的文章 所以马克思就靠了区区的一点点稿费 最先才给五英镑 后来他抗议了改作给他十英镑 五英镑十英镑 现在的台币的换取到五千块一万块如此 好不容易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拖了这个轮船运到纽约 过了两三天以后才到达 然后才出现在纽约论坛报 而且很多的文章给这个编辑部就报 他哪去用呢 用编辑部的消息 本报消息 明明是马克思写的东西 他就改变成了 那这样的话会给马克思那个报酬吗 当然没有 所以马克思靠着一点点的费用 在当时这个物价也非常昂贵 很腾贵的这个伦敦 要养家活口是多么的不容易 好啦 我们上个礼拜就谈到这个地方 知本论 1867年 马克思终于完成了 他一生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 虽然这部作品这个学术性格太深 很多人的工人是绝对没有办法看得懂 这一本呢 还只是第一卷而已啊 看看厚厚这一本啊 八九百页啊 用金装的有契金的 这个呢 大概八百九十二页 这一本是Das Kapital 就是The Capital 知本论 它是什么 它卷一 它上面没有著名卷一 可是后来的有卷二卷三 甚至于有卷四的出现 知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还有一个资本论的第四卷 马克思在世 他只有亲眼看到第一卷的资本论的出版 他看不到第二卷第三卷 第二卷第三卷是靠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遗稿上 马克思的字啊 写的歪歪斜斜的非常难看 只有恩格斯 只有他的太太 马克思的夫人叫做燕尼 燕尼和恩格斯才有办法辨识 马克思的字迹 那么由恩格斯出卷二卷三 马克思的第四卷是谁来把它编出来 是在恩格斯失事以后大概1895年 完了之后大概拖到2001才由恩格斯的秘书 叫做考赤基 考赤基把它第四卷印出来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马克思资本论一共几本 千万不要误会 只说1867年那本卷一二一 我一定要讲他有四本的这个资本论 其中第一本他亲自看到他出版 第二第三 由恩格斯来想办法把它印出来 第四卷恩格斯过世了以后 恩格斯的秘书叫做考赤基再把它出版 第四卷又分成三大册 所以整个资本论如果排列起来的话 是六本书 六本 前面有三卷 对不对 后面第四卷又有三部分 他当然不能用卷 他用三个parts part 1 part 2 part 3 所以呢 加在一起 资本论一共有六大部 马克思呢 在1864到1876 或者72年当中 其这里写76是因为他后来延长 事实上应该72 1864到72 短短八年当中呢 马克思和一些流亡在伦敦的异议分子 回不了国家 然后他是反对政府的 是革命的 是流亡的人士 那么核主了一个Frost International 第一国际 Frost International 应该称作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Association 或者International Worker Association 不管你怎么称呼 就是第一国际 马克思一生里面 实际上参与的革命 就是18707年 18707年是普法战争发生 那么马克思跑回巴黎参与了 可是也是没有搞成功 马克思另外的一个真正有参与的 1848年 一般来讲 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策略家 他只是一个理论家 真正的策略家是谁 就是马克思的好朋友 恩格斯 所以马克思称恩格斯 是Degenerer Degenerer英文叫做General General和我也讲究 所以马恩两个里头 马克思只是个思想家而已 真正行动家 策略家 阴谋家 搞这个革命活动的行动者 就是恩格斯 所以恩格斯这号人都不要小看 虽然他不是学院出身 他只是从头到尾 还是以父亲的那个工厂做学徒 但是他自修 所以恩格斯对大自然 自然科学了解的比马克思要多 他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学 比马克思最先了解 还是靠着恩格斯 马克思才认识了 所谓的这个英国的政治经济学 那么第一国纪的标记 就是以当时的这个西班牙用的这个样貌 这张像呢就是在第一国纪里头 扮演主角的马克思 但是他和八古年之间的关系 生权夺利 结果两个搞到不好 第一国纪到1872年以后 就开始衰败 又因为迁王 把这个第一国纪的社子 会子迁到纽约 没有迁到这个伦敦 也没有留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日内瓦 迁到了美国 因为马克思没有办法指挥 也没有办法到美国自己去领导 所以这个到76年就完蛋了 就结束了 八古年 这里看到他的名字 Mi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 这个号人物呢 也是很不简单的人物 是俄国的革命家 因为反对沙皇 曾经因此而被判到西班牙去流放一阵子 判到西班牙能活活的回来是很不简单 结果他偷跑了 后来辗转跑到伦敦 同时呢也参与了 刚刚讲的第一国纪的组织 巴库宁 他比马克思年长四岁 比马克思早 差不多七年就过世了 所以记住这个巴库宁的死 生死的年代 1814到1876 马克思最后呢 还是人总有一死 即便他是那么了不起的人物 既然是他有那么大的作为 有那么大的雄心 有这么好的浩瀚的著作 有这么好的人际关系 当然他人际关系也没有好到什么地步 所以我们对马克思的了解 他是一个也是自己喜欢脸上贴金的人 傲慢的人 在某个方面也是小气的人 他对和他帮忙他的人的朋友 常常会细故来炒番 唯一没有跟他关系断绝的就是恩格斯 恩格斯算是对马克思来讲是他的恩人 很大的帮忙全力以赴来帮忙马克思 尤其他在穷苦的时候 恩格斯后来这个变成老板 父亲死了 曼切斯特的这个沙场就归恩格斯来管理 恩格斯就把工厂关买了股票 当时股票都有很有价格 所以他变成有本事 养了好多匹的马 还有一个马鳩 可以让马来得到休想欲得到训练 他又喜欢红酒美酒一大堆 恩格斯一生没有结婚 不过他和他有关系的 大概都是一些工厂里头的女工 马克思的师生子 也由恩格斯来坦然承认 目的在挽救马克思和他太太的婚姻 因为有了一个师生子而破裂 谁是马克思的师生子 是他家里的女佣 Demut Demut Demut这个字本来德文就是很谦虚的意思 他在姓姓Demut Demut Demut这位是恩尼的母亲 送给马家的一个终身的一个最高最好的礼物 有活生生的礼物 这个女佣 这个女卑 一直就跟马家脱离不了关系 当他们流浪在伦敦最痛苦的十年当中 这个女佣常常要跑这个当铺去换一些现金来给马家买面包 买粮食用 所以这是一个很忠诚的女卜 怎么他会和马克思搞上来呢 那刚好也是他太太要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 肚子大了 马克思的性欲特别强 所以就把这个女佣来当做她卸欲的工具 所以你如果去点Google 上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叫Demut 一个叫做Victim 一个叫Abuser Abuser就是滥用 虐待人家把人家剥削滥用的人 马克思是Abuser Demut 这个女佣是一个Victim 是一个受害者 这当然是对马克思 对共产主义 对马克思所主张的最反对的人 不是虚拟的故事 这个是事实 就是来攻击马克思 我们没有把他神化 我们就是论事 指出马克思就是你我这种凡人 然后有很多的错误 最大错误就是私心自用 还有就是这个 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和别人就闹纠纷 这都是马克思很不好的地方 而其他的方面 他倒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 因为有一个普鲁士派去伦敦的秘密警察 写个信给普鲁士当局说 我看到的认识的马克思 是世界上最mild 最gentle的一个男士 他对妻子百依百从 对女儿 儿子都没有 儿子已经死掉了 我们讲过 马克思的儿子很早就过世了 这方面呢 他们强调马克思 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对着 男女的感情 他是很重视 但是主要对太太来讲 他是也有曾经 也有好好遵守 他应有的规矩的地方 好 1983年3月14日下午3点 马克思的肝病 心脏病爆发了 所以终于死在 他在伦敦的住所 想年六十四岁多不到六十五岁 就是六十四岁又十个月 勉强算是六十五岁了 马克思葬在伦敦北郊 Highgate公墓的这个地方 这个石头最多是这样 上面这个铜像 这是一个铜像来的 所以看起来黑黑的 这个铜像是谁送的呢 是英国共产党1956年才送的 所以英国共产党 虽然不是在世界共产党里面排列名不高 但是他们还是有心 为马克思铸造一个铜像 这个是可以让你了解 马克思之说有今天的成就 有这么大的圣名 恩格斯是其中功不可没 所以我们把马恩的像合在一起来说 那么他出生的地方在Upeta Upeta在哪里 在这个乃因河的右岸的一个支流上 在Upeta河里头 他家里你看看这个 比马克思家里还气派的多了 我们刚刚看了 马克思家只有三层楼 这个有四层到上面 还可以五层都可以这么讲 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大生意人 所以有时你可以说人生有这样大的讽刺 要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家 就是一个资本家的子弟 像恩格斯这样的人 那么就是Upeta的孤生地 很漂亮有这么大的庄园 这个在德国来讲也不简单 这里头至少三四十个房间 那么他父亲的生意做到哪里 做到巴门 这个地方叫巴门 德国Upeta的巴门这个城 另外呢 在这个德国的布莱梅 你们都听错过布莱梅这个地方吧 靠近汉堡的地方 在英国都有他仿沙场的分处 而且恩格斯的父亲晚年主要在英国居住 所以恩格斯也陪着他 他西安儿子不是要去弄这种空洞的理论 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这也是恩格斯之所以对科学 尤其自然科学非常精通的地方 这是普通人大概很难能够像他这么厉害 所以就恩格斯算是这号人物 那么Friedrich Engels 他的名字英文叫Friedrich 德文就Friedrich Engels 念作Engels 不是Engels 德文的G和N之间 花音就N的音 Engels Engels诞生在1820年11月28日 在莱茵河的支流叫Upeta 他住的那个镇子在巴门 父亲是英国曼切斯特 黄沙厂的大老板工业家 17岁的时候他多次参加叛乱革命起义 为家人所谴责 那么父亲一度想要和他断绝来往 后来还是就这么宝贝儿子 还是保留在身边 但是恩格斯后来和马克相识 他们相识呢各位记得吧 我们前面提到巴黎首稿 就是早期他们两个人有在科隆 在莱茵时报的波恩见过面 可是两个人那时候谈得不够深入 在巴黎的时候两个人几乎花了十天十夜 整天整夜都在谈 所以谈到这个志趣都很一致 所以从此以后恩格斯成为马克斯的使党最忠实的伴侣 也是可以说革命的伙伴 不要小看哦 恩格斯的在他24岁的时候 1840年他就出了一本叫英国工人阶级的条件 把英国工人的当时的工作的情形忠实的报导出来 到1878年他完成了《反渡灵论》 因为《反渡灵论》这本书 等于把马克斯主义的思想做最有系统的介绍 所以后来会把马克斯和马克斯主义连在一起 主要是靠恩格斯 还有另外一个俄国人叫普列和诺夫 他们两个人的努力 才有办法把马克斯的思想科学化 系统化 学术化 然后他在1880年写个社会主义 后面还有一个尾巴 从空想到科学 有时比较好念的就是说 从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的社会主义 所以恩格斯是1880年的一个重要的作品 1888年恩格斯写了一个家庭 市场和国家的起源的著作 他在1895年8月5号在伦敦逝世 他舍收家财万贯 可以说他过去的 马克斯早年都是靠他的支持 当时因为他父亲给他很少的工资 所以能支持马克斯的有限 欢迎说马克斯在英国185年开始到6年 这10年当中是很辛苦的 除了刚刚前面提到 这个麦文维生投稿纽约论坛报 就是靠恩格斯的钱 他才有办法护面 阿恩斯那时候恩格斯的钱财不多 恩格斯要到1860以后父亲死了 拿了大笔的财产 他就给马克斯家做一个规划 大概认为他们一家大小 包括要上这个剧院 听音乐会 这些钱都算在内 为什么 因为马家的这个儿女对艺术 对 Shakespeare 的戏剧很感兴趣 马太太也很沉迷 英国的文学作品 所以他给马家的生活会里面包括了 马家的人的这个音乐 享受 日常生活 布了一定的款项 最先一次就一年就给了 不久马克斯又伸手要钱了 因为一下子把钱用光 马克斯一家可以说不是挥霍无度 是不懂理财 人家好不容易给你一笔钱 那你这个钱应该怎么利用 怎么样来利用 对这个钱的效果会更好 他都不考虑 这个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们讲马克斯没有说 他是多了不起 都好像圣人一样 没有 他也是像你我这样的凡人 他也是想尽办法要搞钱来养家活口 所以家庭之所以贫穷 家里的孩子一个一个的死掉 最伤心的莫过于 这个一个叫做Edgar的这个孩子 活辣到九岁 马克斯的长子Edgar Marx 活到九岁因为营养不足 因为体质很差就死掉了 另外一个叫做Guido的第二个儿子 更没有活到九岁 活到一岁多就死掉了 后来的女儿好几个都死掉了 其中一个女儿死掉的时候 连棺材会都没有办法 还要靠朋友来认捐 从原地寄来 可是当邻居知道 马克斯今天有差送钱来 大家就跑来要讨钱 邻居为什么要讨钱 因为马克斯欠了人 邻居肉商 面包商 牛奶商 不少的钱 直到他今天有笔钱进来了 大家利用机会赶快要来讨钱 也没有多少钱 五英镑而已 一下子就给这些债族 把这个钱都拿走了 那女儿就没有办法埋葬 后来还是一个好心人 看很不忍捐个三英镑 把女儿吵吵的 结果就埋葬了 所以你看马克斯的贫穷料倒的一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看老师的第一段 第一章的描述 很少人能像老师这样的 带有文学的气质 来写马克斯的传记 一般写传记人都写得非常的严肃 不会说像老师这样子写得很清楚 好 恩格斯的故乡和他的故居 故居就指他的那个八门这个城市 所以你们看到恩格斯旁边那个有黄叶的 上面那个是他的故乡的景观 他是一个在乌佩塔里头的小镇 这是他的房子 下面是他在伦敦的 如果你经常在注意新闻 报导 你会看到英国首相 他们家住的也不过是这个样貌 不像别的国家的元首 他住的很豪华 很特别 英国首相府也是不过是像 我们看到恩格斯的伦敦的住家 就是这个景观 伦敦的叫做Hill的那一区里头 有一个叫做Prinrose的地区 恩格斯的家在伦敦的家就设在这里 恩格斯的住种前面都已经介绍了 一个是工人阶级 英国工人阶级的条件 条件什么意思 就是生活的状况 就是英国当时工人阶级呢 住的很贫困啊 在这个平民区里头 所以他报仇也很有限 恩格斯就写出这样的东西 至于呢这个所谓反杜林论 原来的名字就是杜林先生 对于科学革命的看法 这个因为名字太啰嗦太长 再说 Eugen Düring 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科学家 结果恩格斯还写了很多东西缓播 所以我们只称作反杜林论 主要的下面这个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那么把社会主义分成乌托邦 空想的社会主义 也把马克斯和他自己的社会主义 称作科学的 别人的是空想 自己的是科学 科学在什么地方来显示 就是说别人的乌托邦 是想建立在道德劝说的上面 在宗教信仰的上面 在人性变好道德归劝上面 这些都是乌托邦 没有办法施机 马克斯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 循着对科学的发展 特别是社会科学 特别是社会本身怎么演变 所以对科学有一定的认知 解释社会是怎么样来变化 为什么古代是最早的原始公社 后来变成一个奴隶的社会 从奴隶社会再变成封建的社会 奴隶的社会最后就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 然后循序渐进将来会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最终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 所以他有一套他们的历史观 就说这个历史是往这样的方向在走 那么历史当然也算是一门科学 不能说不是科学 不过他们的解释就是说用史观来解释 我们人类活在世上怎么开悟成悟利用后生 最后的1884年的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主要恩格斯说明家庭是怎么样出现的 为什么家庭里头后来要讲求私有财产的重要性 因为社会分工的关系 因为有人就是人性的贪婪 一定要把一些可以供给别人的东西拿来自己用 结果构成了私人的财产 所以私人的财产是我们人类不平等的来源 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人那么富有 绝大部分的人都在贫穷线上再臣再服 至于国家是怎么样一回事 国家是怎么出现的 那么恩格斯也有他的一套说明 这个我们留到后面 介绍马恩 马克斯恩格斯的这个国家观 政治观的时候再详细来说明 我们今天最后这一部要讲的是马克斯所处的时代 就是一个人总的对他的时代背景要有点了解 我们来讲马克斯才有意义 第一呢 他是在工业革命发生的欧洲经济和社会 巨变的时代的一个产物 所以马克斯的思想 马克斯主义 马克斯的理念 他不是空穴来风 他有一定的诞生的因素 其中呢 关于实质的因素 关于历史的因素 关于社会的因素 主要的是因为发生在工业革命 我们后来会介绍什么是工业革命 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引起马克斯恩格斯这么注意 使得恩格斯必然写出一个英国工人阶级的条件的书 第二呢 影响马克斯的这个时代的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崩溃 还有一个民族时代的降临 封建主义呢 就本来就围绕的国王和他的将相 那些贵族啦 生旅啦 分封土地的这个地主啊 来活命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个环境呢 这个以农业为主 以畜牧业为辅 以渔猎业为辅的一种社会 后来因为工业革命爆发啦 那么人类进入一个工商社会 今天我们称作Digital Age数位数码的时代 资讯时代 知识时代 这是我们今天又有不同 古代一点的 影响马克斯的思想 最重要美国的独立 有法国的革命 还有民权思想的高涨 民权思想 各位想到路说 想到John Rock 他们都有一些特别的主张 想到John Stuart Mill 穆勒 他们都主张 每一个人还人诞生的时候 就是自由的 都应该拥有一些权利 可是这些权利后来 随着人的长大以后 社会有时承认你有这个权利 有时否定你有这个权利 比如人的劳动权 人的生命权 不是一出生就在封建主义社会 就承认你的 要到我们今天资本主义社会 经过老百姓的抗争 力取才有办法拿回 我们的劳动权 我们的生命权 我们的自由权 所以这些都是造成 只要主张人有权利 这个权利是公民权 是市民权 是还做人都应该有的自由 那么应该得来的权利 得到了承认以后 所以这些因素都和马克思 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关联 先谈工业革命 这个在座各位都很熟 James Watt Watt Watt在1776年 就是美国 獨立在那一年 发明了第一台的蒸汽机 这是为英国革命 工业革命 吹起号角 为资本主义和其后 生成发展奠定基础 Watt的蒸汽机 对于改变人们的生产力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使很多人富有起来 也很多人贫穷下去 都有密切的关联 所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 是有关系的 马克思终身要反对资本主义 其实就是因为工业革命 带来了少数人的富有 而且这些富有的人 变成在今天 可能10%的人 占有90%的国家的资源 在美国是如此 在英国 在德国也如此 所以这些都引发 很多年轻人的不满 为什么社会的分配 怎么样不公 最先要产生工业革命 先是工厂制度的出现 早期是一个工作坊 工作坊 什么叫工作坊 或者工作坊 房哪一个坊 一个土字边 再一个方法的坊 工作坊的意思是workshop 你找了几个徒弟 在一个房子里面 帮你修理鞋子 有人在切割皮革 有人在把这个鞋线 浸在这个蜡烛里头 有人在做这个针线方面的磨 磨得很利 刀切割皮革 需要很锋利的刀 所以这些人呢 都纷纷的在一起 在合作工作 所以这些只是一个workshop 我们就叫做工作坊 工作坊 可是工厂制度呢 就是在工作坊的上面 改善出来 把规模扩大 招聘人员更多 然后分门别类 人负责这个电源动源的 动力源泉的开端 过去可能还不懂电 用蒸汽机推动 蒸汽就是一个动力 对不对 所以煤烧煤来使这个蒸汽燃烧 结果我们看到了 这个结果呢 在一个城市里头 把劳动的人员集中在一个地方 设一个防工厂 就像下面的土 一些女人就在这个仿纱厂 上面在织布用机器 但是不能少掉人工帮忙 结果呢 这个煙囪淋漓 那么空气污染 特别厉害 所以工厂制度的出现 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工厂虽然不断地扩充 有钱人赚钱越来越多 钱会生钱 所以很多人是靠钱赚钱 钱滚钱 将自己富有起来 所以贫富就贤淑 这些工人是最没有办法的 他没有钱去生钱 他只能出卖他的体力 他的劳动力 有时是他的脑力 有时是他的体力 那么这种人呢 就陷于劳粹贫病 民穷疾病的困境 那这张图说明了 这个社会是由下面那些劳股的人 这样刚着这样的一个大底盘 上面有钱人就坐在上面 享受吃喝玩乐 上面就靠着军警 来对付老百姓的抗议 保护资本家 往上一直爬 到最后政治家 就在上面逍遥自在 当然这张图也不见得 就是真正代表现实 不过我们可以理解 有权有势有闲 有钱的人 毕竟是占少数 无权无势 必须出劳动力的占多数 社会形成了阶级 有钱的阶级 没有钱的阶级 资本家阶级 劳动者阶级 所以阶级就对立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 劳动者这个阶级呢 特别是乡下的那些农民 后来跑到城市里头来 能找到一份工作固然好 找不到工作 他就要starve to death 就要疾病到贫穷到饿死的地步 你看这个小孩子的肚子大大的 里面都是长的是谁 都是没有钱 因此呢 我们虽然看到 有人是Betit de Bourgeois Betit de Bourgeois 可以说是小的布尔乔亚 这些是谁 就是有专业的人士 有专门工作的人 他们算是Betit de Bourgeois Bourgeois就是和资本家 是相当的相似的 Bourgeoisie 相对叫做Proletariat 宏老师很主张把Proletariat 这个字眼 翻译做普劳阶级 利用这机会 让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新的名词 过去把Proletariat 翻作无产阶级 当然是没有错了 他这人是无产阶级 可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翻成普劳阶级 老师对普劳阶级非常反感 翻作普劳阶级 普劳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Professional 这个字的简称 Professional何谓也专业的意思 所以你在台北看到有 普劳汽车 普劳雅科 普劳妇产科 难道这些普劳阶级 一定会有这样的吗 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过去的翻译的 所以我们还是把Pro 交给英文的Professional 专业 专业汽车 专业牙科 专业妇产科 用作专业来解释 洪老师自己发明一个字 叫做普劳 普遍劳动 不用Pro 用普劳 希望你们大力的来采用洪老师的普劳 普劳很好的字啊 普遍劳动的意思啊 主要的以劳力为主 劳心为父 所以普劳阶级就是工人阶级 就是无产阶级 就是从事这个体力工作的那个阶级 所以普劳这个字呢 为什么普劳这个字老师要特别强调 因为这字的花音啊 普劳就是闽南女就是婆罗 婆罗 其实这个音和这个原来30年代的花音的普劳 是一样的音啊 但是呢普劳换作婆罗 是一个闽南音或福建化台湾音 这才是中国古代的中原古音啊 中原古音要比北京化 北京化只有四音而已啊 勉强加起来有五音 我们这个台湾化 闽南化 福建化 古代的这个所谓中原古音啊 注意有七音乃至八音 我们今天呢 主要就阶级对立阶级斗争 当一个单元 所以我们就到今天到这里结束